杨子肖战粉丝人均是 先要狠狠虐 然后陪着一起哭 肖战先言赴杨子在慈母 杨子和肖战是中国娱乐圈中备受瞩目的明星 他们的粉丝群体也广泛而庞大 这两位明星的粉丝们常常在社交媒体上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和支持 然而,有趣的是,这些粉丝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群体文化 被称为杨子肖战粉丝人均是 首先,这个群体已狠狠虐位口号 表达了他们对于自家偶像事业的拼搏和努力的期望 粉丝们在社交媒体上常常分享关于杨子和肖战的点点滴滴 不仅仅是在娱乐圈的成就,更是生活中的点滴 他们鼓励偶像们在工作中奋发向前,努力追逐自己的梦想 这种狠狠虐的态度也反映在粉丝对于自己生活中的奋斗态度上 形成了一种积极向上的文化 然后,这个群体在面对偶像遭遇困难或面临压力时 表现出的是一种陪着一起哭的团结 无论是负面新闻还是生活中的艰难 粉丝们总是伸出援手 用各种方式向偶像们表达支持和鼓励 这种共鸣和互相扶持的氛围 让这个群体更加紧密,成为一个大家庭 有趣的是,肖战在这个大家庭中被赋予了先严妇,杨子在慈母的角色 这种说法暗示了肖战作为前辈的责任感和对杨子的关心 粉丝们通过这种调侃的方式,调动了彼此之间的友谊和幽默感 使得这个群体更加有趣且充满活力 总的来说,杨子肖战粉丝人均是构建了一个积极向上,团结互助的文化氛围 无论是面对成功还是挑战 粉丝们都用独特的方式陪伴着自己的偶像,共同成长,共同奋斗 这样的群体文化不仅为偶像们提供了巨大的支持 也让粉丝们在这个大家庭中找到了情感共鸣和快乐 除了对待明星的支持和关爱 杨子肖战粉丝人均是还在社交媒体上展现出了一种独特的表达方式 包括创作各种有趣的耿和插画 这些创意和幽默的作品不仅展现了粉丝们的创造力 也为整个粉丝群体增添了一份欢乐和轻松的氛围 在《先岩父》,杨子在慈母的梗中 肖战扮演了一位岩父的角色 强调了他的领导魅力和责任心 而杨子则被描绘成温柔贴心的慈母 为整个群体注入了温暖和关怀 这种对明星角色的戏谑性演绎 既展现了粉丝们对偶像的理解 也为日常生活中的单纯欢笑提供了机会 此外,这个群体还通过线上线下的活动 加强了成员之间的交流 例如,粉丝们会组织线上聚会 庆祝偶像的生日 还会共同参与慈善活动 用实际行动传递对社会的关爱 这种积极参与的态度不仅加深了粉丝之间的情感联系 也为社交媒体上的杨子肖战粉丝 人均是注入了更多正能量 总的来说 这个群体文化不仅仅是对明星的追星行为 更是一种共同体验和共鸣的集体表达 粉丝们通过自己的方式参与到偶像的生活中 创造了一个充满爱和团结的大家庭 这种独特的群体文化不仅是对明星的致敬 也是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正能量的追求 在这个世界上 每个人都是通过不断的努力和坚持 获得成功的 没有谁天生就拥有好命运 这种信念成为许多人生哲学的核心 强调努力是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 而实力才是赢得尊严的关键 在这样的背景下 杨子和肖战的粉丝们 形成了一种特有的粉丝文化 体现了对偶像的支持和对努力奋斗的崇敬 舍不得杨子肖战 就不会有更好的杨子 这句话彰显了粉丝们 对于偶像的不离不弃的态度 他们将偶像的成功 与自己的努力紧密联系 认为只有不舍得离开 才能见证偶像更好的发展 这种执着和忠诚成为粉丝们心中的信仰 驱使着他们在网络上展开各种活动 为偶像加油助威 先做严妇 再做慈母吧 到时候陪着肖战一起哭 这句话则反映了粉丝们 对于偶像成长的期望 通过调侃的方式 他们表达了对于肖战作为前辈的期待 希望他能够在事业上更加成功 而陪着一起哭则流露了对于偶像在面对挑战和压力时的理解和支持 强调了粉丝与偶像之间共同成长的情感纽带 最后 通过表达对于杨子肖战的爱戴 粉丝们也展现了一种幽默的自嘲 他们认为自己的行为可能让偶像感到无奈又好笑 这种自黑的幽默成为粉丝文化中的一部分 使得整个群体更加活跃和有趣 总的来说 这种舍不得 先做严妇再做慈母 陪着一起哭的表达方式 是杨子肖战粉丝文化中独特的一环 体现了他们对于努力奋斗 相互扶持的人生态度和对于偶像的深厚情感 这个独特的粉丝文化也反映了一种积极向上的价值观 即通过努力和坚持来追求更好的自己 粉丝们将这一信念融入到对杨子肖战的支持之中 以偶像位榜样 鼓励彼此在生活中克服困难 追逐梦想 再舍不得杨子肖战 就不会有更好的杨子 这句话中 蕴含了对于自我价值提升的信念 粉丝们认为只有坚定的支持和不离不弃 才能见证偶像取得更大的成就 而这也在前一幕话中影响了粉丝们对自己生活的态度 这种粉丝文化不仅仅是对明星的追星热情 更是对于积极向上生活态度的一种表达 先做严妇 再做慈母吧 到时候陪着肖战一起哭 这个说法则凸显了对于肖战的期望和关心 通过使用幽默的语言 粉丝们以一种轻松的方式表达了对于肖站在事业和生活中取得更好成就的愿望 同时也强调了在困境中相互支持的情感纽带 尽管粉丝文化常常被外界认为是狂热和过分的追捧 但这种独特的表达方式实际上是一种情感的宣泄和对于生活态度的彰显 通过共同的口号和幽默语言 粉丝们形成了一个紧密的社群 共同分享着喜怒哀乐 杨子和肖战或许真的会觉得这样的粉丝既让人无奈又感到好笑 但更重要的是 这个群体传递的是一种正能量和积极的生活态度 在这个粉丝文化中 粉丝们不仅仅是单纯的观众 更是共同奋斗的伙伴 通过对偶像的支持和对生活的热爱 共同谱写着一段充满力智和团结的故事 这种共鸣和连接 使得杨子肖战粉丝群体 不仅仅是一个追星团体 更是一个拥有深厚情感纽带的大家庭 杨子和肖战作为中国娱乐圈的两颗耀眼明星 不仅以出色的演技和深厚的演艺底蕴 赢得了无数观众的喜爱 而且在2024年更是携手 实现了令人瞩目的三连贯成就 这一新闻在官方媒体上引起了热烈的反响 为他们的杰出成就喝彩 杨子和肖战分别以优异地表现在电影 电视剧和音乐领域获得了一连串的殊荣 杨子以其出众的演技在多部热播剧中塑造了一系列 深受观众喜爱的角色 从而在演艺事业上屡屡取得成功 肖战则凭借其独特的音乐才华和出色的演技 成为当代流行文化的代表性人物 两人凭借对艺术的热爱和对职业的专注 在娱乐圈展露头角 2024年 杨子和肖战在各自领域的持续努力迎来了事业的巅峰 杨子在电视剧和电影方面再次取得亮眼的成绩 收获了一系列的最佳女演员奖项 为自己的演艺生涯锦上添花 而肖战则在音乐创作上不断突破 凭借深情的嗓音和震撼人心的演唱 成为音乐领域的一匹黑马 这一连串的荣誉不仅让两位艺人个人事业更上一层楼 也使得中国娱乐产业在国际舞台上展露头角 官方媒体纷纷发文为杨子和肖战喝彩 赞美他们在艺术道路上的卓越表现 文章中指出 他们的巅峰期之所以能够延续得如此长久 除了个人的天赋和努力之外 更离不开团队的默契合作和广大观众的支持 杨子和肖战的三连贯成就 不仅是他们个人的荣耀 更是中国娱乐产业的光辉篇章 在未来 随着两位明星的继续努力和创新 相信他们将为观众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 继续书写属于他们的辉煌篇章 这场三连贯的背后 是杨子和肖战坚定的职业信仰和对艺术的深刻理解 他们在娱乐圈的征程并非一帆风顺 曾经历过无数的努力和付出 然而 在青涩时期展现了可爱的形象 更在成熟阶段成功挑战多元化的角色 让人们看到了他的演技深度 杨子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的价值 他的每一个角色都像是一幅精湛的画卷 为观众呈现出了多彩的人生 肖战则以其独特的音乐才华和深情的表演 征服了无数粉丝 他的音乐作品不仅在国内风靡一时 更在国际上获得了一致好评 肖战敢于突破自己 挑战各种音乐风格 从而创造出属于自己的音乐世界 他的舞台表演更是充满激情 每一次都能引起观众的热烈反响 这一次的三连贯背后 除了个人的努力 也凝聚了无数团队的智慧和付出 杨子和肖战的成功离不开背后 默默付出的团队 包括经济团队 导演 制片人等 他们共同努力 才造就了如此辉煌的成绩 官方媒体的发文 不仅仅是对杨子和肖战个人的肯定 更是对整个娱乐产业的认可 这也激励着更多的年轻人 勇敢追逐自己的梦想 努力奋斗 成为下一个璀璨的星辰 在巅峰期持续太长的情况下 杨子和肖战将如何延续这份荣耀 以及他们未来的表现将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无论如何 他们已经在娱乐舞台上刻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为中国娱乐业的繁荣做出了卓越贡献